作品擺好放入木材开始烧摇 一般的传统血咬的那种火舌的刨的方式不一样 这样一蹲就是得大半天 得随时间看旁边温度的变化来增减柴火 但是用传统的柴烧方式 就算是创作长达30年的汤润青 还是会有很多没办法掌握的因素 它因为加上了天然的木材的灰 还有还原了一些变化 所以它会产生很多我们没办法预期的一些效果 这次烧的效果就在我们预期当中 我要的效果都呈现 每次开窑都是一次惊喜 这就是柴烧的魅力 也是汤润青30年来坚持使用柴烧方式创作的原因 是所谓叫自然落灰而形成的色彩 那它可以烧出我们在电窑跟瓦斯窑 所不可预期烧出的一些效果 虽然它作品几乎不上色 但是都能够烧出精彩的作品 例如这件君子之争之花器 作品烧出来几乎就是漂流木的颜色 上方的昆虫以及树柳 更是它最著名的雕塑手法 吸引很多学生来学 老师的雕塑很棒很厉害 而且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真的很厉害 他的学生目前有很多 也都的作品都卖得很好 学到很多元啊 因为从粘锁拉配或是上用 汤润青说自己一开始在创作时 没什么人在用柴烧 但最近越来越流行 很庆幸这样传统的手法重新活过来 现在只要有学生来学他都是亲郎相受 要把自己毕生的功力和心得传承下去